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利斯城GA7029DN打印机 使用市面上的TR-328骨架芯片时 机器报不支持的骨架类型 这个错误提示怎么解决 这个报错的原因是 骨架芯片数据有问题或机器升级所导致 下面换我们经营达升级后的芯片试试 看是否会提示这个报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更换打印机芯片 先打开前盖门 取下骨架再取下粉盒 然后用螺丝刀清理骨架芯片上的螺丝 用手指向下倾触骨架芯片将其抬起 然后取出骨架芯片 换上一个我们经营达新的骨架芯片 向下对齐安装骨架芯片 然后再依次装回骨架和粉盒 关闭前盖门 机器正在运转 现在已经就绪了 无错误提示正常工作了 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点个赞 打印机芯片相关问题找经营达 欢迎收藏加关注 我们将近期的更新内容 感谢观看